参加我们这个关于人口普查的一个专题讲座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说4月1号就是我们 马上就是我们美国的10年一次的一个人口普查 那这个上次很重要 那我们今天也很有幸请到了 这个人口普查的外产专员Victor来参加 来给我们讲解一下重要性 那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请李静芬女士 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讲座的这个背景 这个我们COVID-19 Relief Bay Area的这个背景 和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让大家 那我们请净分Betty来讲一下 好的 谢谢袁文 首先呢就是 也谢谢Victor老师呢 今天能够百忙中间呢 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讲座 其实我们这个讲座呢 就是因为我们 因为这个美国的疫情呢 就是COVID-19 Relief Bay Area 我们这个组织呢 大家有20个组织集合起来 我们就希望呢 能够帮助我们的社区 让大家呢 一起共同地来抵抗 这样的一个新冠状病毒 而且呢 我们也发动了呢 就是 United We Can Together Stronger 就是我们希望 能够影响到我们周遭的华裔 大家都能够来一起 参与社区的互相帮助 那线下呢 我们是采取筹款的方式 来把这个口罩啦 还有医疗物品啦 直接送到医院去 给线上的 医护人员 那线上呢 我们就是做这种 网络的这种 loom的这种 资讯分享吧 那我们前面两期呢 已经做了这个资讯分享 今天呢 就是在4月1号之前呢 我们非常高兴的 能够请到了Victor呢 来为我们介绍 怎么样子来填这个 Census 2020这个form 我自己本身已经填好了 一家只要填一份 就是我觉得 可能因为最近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很多人 忘掉了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 袁文能够把 我们Victor 请到我们的现场 希望大家都 把握这个机会 一遍听 一遍甜 然后十分钟之后 就可以寄出去了 谢谢老师 也谢谢我们 所有湾区的朋友 最重要的 就是要常洗手 不要出门 然后勤换衣服 自己维持好自己的 这种免疫体的增强 其实就是对社区的一个最大的帮助 好 谢谢 谢谢Betty 谢谢金文姐 那我们请Victor老师来给我们讲解 好吗 Victor 现在你来 谢谢你 大家好 你们好 欢迎大家参加这个 讲座 我也非常感谢 主持人 邀请我 给大家分享 有关人口普查方面的事情 开始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 PowerPoint文件 分享给大家 请稍等一下 请问大家在荧幕上 看到我的PowerPoint文件吗 看得到 看得见 OK OK 好 谢谢 首先 我不是人口普查局的工作人员 我是亚裔法律联盟 Asian Law Alliance的工作人员 我们是在 三藩市湾区 Santa Clara 先的一所 非盈利 律师所 我们给 Santa Clara 先的民众 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 我们鼓励 每一个平常居住在美国的人 积极参与 人口普查 无论他们的国籍是什么 无论他们的移民身份是什么 也无论他们有没有移民身份 简单的说 就是平常居住在美国的人 都应该被包括在 人口普查里 我的简做的大纲是怎样 首先 什么是人口普查呢 人口普查对于我们的社区 对于我们的家庭 对于我们有什么重要性呢 还有那个资料保密方面的问题 谁应该被点算在内 并且如何点算 算在哪一个地点 人口普查问卷里 列出什么问题 过程是怎么样的 有什么不同的方法可以回应呢 还有需要提防诈骗 最后我们有一个问答的环节 如果你现在看到我在荧幕上列出的大纲 黑色的部分其实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已经有一个视频 有很详细的说明 所以呢我们稍后呢会先看那个人口普查局的视频 因为他视频里呢有一步一步的非常详细的说明如何能够在网上填写那个人口普查问卷 然后我们看过这个视频之后呢 我还有几点事情需要补充 就是说在这个大纲上列出红色的部分 这个我将会给大家说明 所以现在请稍后 我需要把那个人口普查局的YouTube的视频给大家看 欢迎参加2020年人口普查 这个普通话视频将为您介绍2020年人口普查的信息 但是在线问卷的快速内览 谢谢 2020年人口普查计算居住在美国的每个人 美国宪法要求每10年采展一次人口普查 2020年人口普查非常重要 这回答将帮助确定每个州在美国做的 指导每年超过6750亿美人 方式进入和在社区的使用 2020年人口普查很简单 完成这些问题需要大约10分钟 每天24小时您随时都可以通过计算机 满电脑或手机在线答复 您也可以通过电话或指质问卷方式答复 如果您答复我们可能不会派人口普查局访谈员登门拜访 如果您答复延迟或者我们有后续的敬问或有其他问卷调查需要您答复 访谈员可能登门拜访 您的信息会得到保密 联邦法律为您在普查问卷上的回答保密 您的回答只能用于生成及数据 政府机构或法院不得根据您的回答做出最终的解决 现在我们将带您快速导览互联网问题券 本视频到后面将提供按步骤讲解的说明 请访问my2020census.gov时 您将使用邮寄给您 或者送到您门口的资料中所提供的人工普查号码 也就是CensusID来登录问卷 我们将请您提供以下信息确认您的信息 并提供您的信息和电话号码 接下来我们会请您算2020年4月1日 在这个地址居住或赞助的人数 并且列出将居住或赞助在您地址的每个人的信息 我们也将提醒您算上可能不够的 我们会问这个住宅是拥有的还是租用的 以及是谁拥有或租用这个住宅 我们也将询问每个人的以下信息 性别 出生日期和年龄 西班牙印 发美印 或西班牙后印 和种族 如果多人在该地址居住 我们将询问每个人有不同的关系 最后我们将询问 是否有人有时在其他地址居住 如果您准备好了 请访问my2020 zensus.gov 在线问卷以英语和其他12种非英语语言积功 要选择语言请点击地球图标 然后选择语言称 也可以在任何屏幕底部选择语言称 本视频将为您按步骤演示如何操作 请继续观看 您需要在一次系统使用期限中完成2020年人口普查 如果您离开系统 就必须从头重新开始 要开始操作 请选择开始问卷调查 首先请输入您的12位数字的人口普查号码 也就是Census ID 这个号码可在我们邮寄给您的或送到您家门口的资料中找到 如果您没有人口普查号码 也就是Census ID 请选择登录按钮下方的面接 并回答一些关于地址的额外问题 您仍然可以答复2020年人口普查文件 然后请确认您正在位所显示的地址完成2020年人口普查文件 选择是或否 如果4月1日这一天您将居住在这个地址 请选择是 否则请选择否 点击下一页继续操作 点击上一页按钮返回 请不要使用浏览器上的前进或后退按钮 否则您可能需要重新开始 接下来请您输入姓名和电话号码 请用英文写名信 有时屏幕上可能出现信息 要求您查看答案或输入更多信息 请查看您所输入的信息后 再点击下一页按钮 请输入2020年4月1日 包括您自己在内将在这个地址居住或赞助的人数 要获取问题的帮助 请点击带有下滑线的蓝色链接 请确保在人们通常居住和留宿的地方算上他们 如果某些人没有通常住处 请在4月1日那天居住的地方算上他们 包括各种年龄的婴幼儿和儿童 亲属 与您没有亲属关系的人 以及在此处暂住没有固定住址的人 不要包括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不在这个地址居住的人 例如大学生 军员 在安养中心 养老院 精神病院 或者囚禁在牢房 监狱 或居留中心等的人 或在时来访 通常在其他地方居住和留宿的人 将以其他方式算上这些人 然后列出将居住或赞助在这个地址的每个人的信息 要添加更多人 请选择点击这里可添加更多人的按钮 我们不想遗漏在4月1日那天赞助在这个地址的任何人 如果您遗漏了某些人 请选择是 您输入他们的信息 否则请选择否 现在您可以回答下面两个关于这个地址住宅的问题了 在4月1日那天 这个地址的房子 公寓或移动式房屋是否将属于您或此地址住户的某个人 有房贷mortgage或房屋净值贷款 Home equity loan 属于您或此地址住户的某个人 没有任何债务 即无房屋抵押或贷款 租用或免租金助用 然后选择这个房子 公寓或移动式房屋的业主或租户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将就您前面列出的每个人问一些问题 首先我们询问此人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们也将让您输入此人出生的月日和年 请确保显示的年龄在2020年4月日是正确的年龄 接下来我们将询问是否为西班牙后裔以及种族 这个问题和下一个问题都请回答 请选择此人是否不是西班牙裔拉美裔或西班牙后裔 如果您选择最后一个答案 请在选项下方输入更多详细信息 接下来我们将询问种族 请选择一个或多个选项 白人、黑人或非裔美国人 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 华人、菲律宾人、印度人、越南人、韩国人、日本人 其他亚裔、夏威夷原住民、萨摩亚人、夏摩洛人 其他太平洋岛民或其他种族 请在像这样的格子中输入详细的后裔信息 其他人也需要回答以下问题 这个人和户主是什么关系 请选择异性丈夫、妻子或配偶 异性未婚伴侣 同性丈夫、妻子或配偶 同性未婚伴侣 亲生儿子或女儿 养子或养女 弟子或妓女 兄弟或姐妹 父亲或母亲 孙子、孙女 或外孙子、外孙女 公婆或岳父母 女婿或儿媳 其他亲属 室友或房友 政府寄养儿童 或其他非亲属 我们很快就要结束了 有些人会在多个地方居住或赞助 我们想要确保每个人只被算上一寸 请选择经常居住或赞助在其他地方的人的性质 否则请选择以上都没有 如果某人确实通常居住或赞助在其他地方 请从下面选择原因 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其他人一起住 为了上大学 为了执行军事任务 为了上班或做生意 在安养中心、养老院或集体宿舍 在牢房或监狱 在季节性住所或第二套住所 或其他原因 做得好 您现在可以提交您的问卷表了 请选择提交问卷 完成2020年人口普查 您将看到 还有您的地址和今天日期的确认验片 好了 您已经在线完成了2020年人口普查问卷 谢谢您 您现在可以关闭网络浏览器了 要分享此视频或其他语言版本的类似视频 请访问2020census.gov-languages 好,现在我把我的PowerPoint重新分享 欢迎参加2020年人口普查 不好意思,请等一下 您将为您介绍2020年人口普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可能脸还要往后一点 这样子你的屏幕才可以看得...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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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刚才不好意思 他们下一个视频已经开始 请问你现在听到我说的事情吗 听得到 听得到 OK 我们可以继续了 现在我补充一些 刚才视频里没有谈及的事情 首先 谁应该被点算在内 并且如何点算 法律要求每一个 在2020年4月1号 居住在美国 50个州任何一个州 居住在首都 华盛顿 Washington DC 和美国五个领土的人 就是说US Territories的人 都需要被点算在人口普查内 请不要忘记把婴儿和幼儿 小孩等等 包括在内 不然的话 他们今天是婴儿 几年之后他们念小学了 学校就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 因为这是有关联邦拨款 有关资源分配方面的事情 还有有关居住方面的定义 2020年4月1号出生的婴儿需要被点算在内 在2020年4月1号任何一颗仍然生存的人需要被包括在内 在2020年4月1号之前已经逝世的人就不要算在内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从人口普查的角度来看 医护人家英文是household的概念 和你填写一个报税表的时候的概念完全不一样 从人口普查的角度而言 在大部分的情况下 一个医护人家就是说 在大部分的日子 所有在一个地址或者是一个地点居住的人 无论他们之间有没有亲戚关系 比方说 假如我和我的太太居住在我们的家里 但是我们把其中一个房间分租给一个人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住客 那么当我填写人口普查问卷的时候 我的家里是合共有三个人需要包括住客 而不是两个人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 如果有两个朋友分住一个房子 一个apartment 那么虽然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亲戚关系 但是因为他们同时居住在同一个地址 所以在回应人口普查的时候 他们的户口需要两个人 那么在一户人家中 需要选一位成员 代表整户人家填写人口普查问卷 如果你是替你的户口填写人口普查问卷的话 请你点算每一个在2020年4月1号在你家居住的人 这包括所有在大部分的日子在你家居住和睡觉的人 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 我们是很清楚我们在4月1号我们的家里 需要多少个人 需要算多少个人的 但是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可能情况不是很明确 所以需要给大家说明一些 首先在2020年4月1号搬家的人 当然他们需要被点算在内 但是问题是 变算在旧的地址还是新的地址呢 人口普查局给我们的指示是怎样的 如果他是在2020年4月1号 搬进新的住所 那么他需要被点算的地点 是他新的地址 但是如果他在4月1号已经从旧的住所搬走了 但是还没有搬进新的住所的话呢 他们被点算的地点是他旧的住所 比方说假如我在4月1号从加州搬到美国的东岸 但是我不是坐飞机 我是驾驶他把我自己的东西放在我的车里 然后开车从美国的西安到美国的东岸 那么我根本没有可能在一天之内可以在加州前往美国的东岸 所以在4月1号晚我在美国中部某一个城市的宾馆 留宿 那么我被点算的地点是我加州的地址 不是美国中部的宾馆 也不是美国东岸新的地址 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情况是2020年4月1号的访客 如果在4月1号你的家里有访客 那么他被点算 首先他应该还是不应该被点算 并且被点算在哪儿 那要似乎这个访客 他是不是外国公民 他在美国是不是在美国居住等等来决定 首先如果这位访客 他将会返回他平常居住的地方 就是说他在你家是非常短期的逗留 他平常在美国是有其他的居住的地方 那么他需要被点算的地方 是他平常在美国居住的地方 而不是在你家 如果是外国公民在2020年4月1号 在美国短期的旅游 探亲 观光 参加工业的展览会 参加商业的会议 那么他们就不应该被点算在内 因为他们平常都是居住在美国的 但是反过来来说 如果有外国的公民 平常是在美国念大学 拿那个F1、J1的签证念大学 或者是拿那个H1B的签证在美国工作的 那么他们应该被包括在内 因为他们平常是在美国居住的 所以这一点需要了解清楚 拿到绿卡的当然需要算 因为绿卡就是合法永久 居民 是居民 所以当然需要算 特色的情况 还有学生 如果是大学程度以下的学生 如果他们是在学校寄宿的 英文是Botting School Botting School Students 他们被点算的地点 它是他们的父母亲 或者是监护人的家里 这是大学程度以下的情况 但是如果是大学程度 包括研究生的情况 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是大学生的话 他们被点算的地点 是他们念书的时候 平常居住的地方 如果他们是居住在大学的宿舍里 他们被点算的地点 是大学的宿舍 而不是他们父母亲的家里 如果他们平常是在校园内 或者是校园外 住房子居住的话 他们被点算的地点 是他们校园内 或者是校园外居住的地点 即使他们在2020年4月1号 回家也不例外 因为根据人格普查局的规定是 他们平常 他们大部分的时间 是居住在哪儿 而不一定是 他们在4月1号 身处哪一个地方 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的情况 比方说 居住在监狱里的人 居住在养老院 那个Nursing home的人 居住在军营里的军人等等 人格普查局是会有特别的安排的 如果是居住在这一些 集体居住的环境下的人 他们是不会受到人格普查局的邀请出的 因为人格普查局是会和这一些机构 无论是养老院也好 军营也好 庇护所也好 监狱也好 人格普查局是会和那些机构的管理阶层 直接的联系 安排点算 所以也是为了这个原因 居住在大学宿舍的大学生 他们被安排的点算的地点 是他们大学的宿舍 因为人格普查局会与大学的宿舍的经理 管理阶层联系 安排点算的 还有一些其他特殊的情况 现在我不详细地为大家描述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荧幕显示的网站来了解 还有一个很多华人都关注的问题 因为我们华人是很有爱心的 所以我常常听到人家问 那么无价可归的人 他们被点算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情况是怎样的 按照目前的情况 人格普查局将会安排 他们在4月29号 4月30号 还有5月1号 点算无价可归的人 他们将会在其中的一天 到庇护所 就是说给那个 无价可归的人 安排的庇护所 他们会到庇护所里 来点算 另外第一天 他们会去一些 替无价可归的人 提供免费的食物 送汤送饭 英文是那个Soup Kitchen 的地方来点算 这也包括那个流动式的提供 上时的服务的地方 然后呢 在5月1号这一天呢 人格普查局 将会派人到户外 就是说 比方说那个桥梁下 这个公园里啊 等等 某一些公共的地方 如果有一些 无价可归的人 聚聚的话呢 本格普查局将会派人 在5月1号 到那些地方 点算的 还有人格普查的过程 刚才我们在视频上 有一些了解 某一些部分 我现在补充 首先 2020年的人格普查 是有三种不同的 回应方式 你可以选择在网上回应 你可以拨打电话回应 你也可以使用那个 纸张的问卷 书面的问卷 使用邮递的方式回应 三种方式 你可以自己选择 人格普查局 从3月12号至20号 已经把邀请书 寄给不同的住户 所以你们应该已经 受到人格普查局的邀请书了 那么时间表是怎么样的 是这样的 从3月12号至20号 人格普查局 寄给你们邀请书 你们有指示 告诉你如何可以在网上回应 邀请书也有一些 语言辅导方面的技术 包括普通话和广东话 会有不同的电话号码 你可以拨打电话号码回应 这一点在邀请书里 也有说明 但是有一部分的住户 也会同时收到书面的问卷 但是大部分的人 尤其是居住在城市的人 通常是不会在 3月12号至20号之间 收到书面问卷的 然后从3月16号至24号 人格普查局将会寄给你一份提醒你的书信 如果你到3月底 3月24号之后还没有回复 人格普查呢 人格普查局将会陆续地寄给你以下的东西 从3月26号至4月3号寄给你提醒你的明信片 4月8号至4月16号寄给你提醒你的书信 并且一份书面的问卷 所以书面的问卷是在第四次的通讯 才寄给你们的 然后在4月20号至27号 他们会寄给你一份提醒你的明信片 如果你到4月底还没有回应人格普查的话呢 他们从5月28号至8月14号之间 会派专员当门拜访 来协助你填写人格普查问卷 基本大家不要到达着一个地步 是为大家很踊跃的很主动的很积极的 积极回应人格普查 当然过了4月底你仍然是可以自我回应 仍然是可以从纸张的问卷 或者是拨打电话回应 平均8月14日为止 网站刚才大家在那个视频已经看到了 网址是MY2020CNSUSC.GOV 然后点击视窗右上角的地球标志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简体中文了 不好意思没有繁体中文 这个是纸张的问卷是这一个模样的 从2020年3月9号 所有语言的问卷辅导天花号码 已经开始服务 并且有专人亲戚提供 亲戚回答 服务的时间是每天 用那个电话的方式来回应人格普查 你可以拨打的电话号码就是在萤幕上列出来的 普通话国语的天花号码是844-391-2020 广东话天花号码是844-398-2020 英语的天花号码是844-330-2020 还有其他和公式12种的语言 不同的电话号码是844-391-2020 还有在人格普查的时间呢 可能有一些不法制图和成绩诈骗 所以我们需要小心一点 地方诈骗 首先真正的人格普查工作人员 他们是不会问你的社会安全号码 不会问你的银行号码 信用卡号码等等 他们也不会问你什么时候离家上班 什么时候回家等等 他们不会问你要钱或者是要求你募捐 他们不会要求你支持某一个政党 他们也不会以坐牢来威胁你 如果你收到声称是来自人格普查局的电子邮件 那个email几乎肯定是假的 因为人格普查局几乎不会使用电子邮件和你联系的 他们联系的方式通常是邮政局的邮递 也有可能 这个我不确定 因为我不了解他们内部工作的情况 他们也有可能拨打电话号码和你联系 尤其是如果你填写表格的时候 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或者是有一些遗漏的事项等等 他们有可能和你更近 但是所谓的人格普查员 如果他们问你要钱 或者是问你某一些私人财务方面的资料 肯定是假的 虽然法律规定你需要参加人格普查 但是你不会因为不合作而入狱的 所以如果以拘捕或者是坐牢来威胁你的 肯定不是真正的人格普查工作人员 如果有人格普查局的工作人员登门拜访 敲门的时候 你如何辨别他的身份的真伪呢? 首先人格普查员会佩戴一个符合某些条件的工作证 这个工作证是由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就是说美国商务部发出的工作证 因为人格普查局 US Census Bureau 是隶属商务部 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 所以他们的工作证是Department of Commerce发出的 工作证上面有工作人员的照片 姓名当然有呢 也有那个商务部的水印 一个Watermark 也有那个市效的日期 因为他们的工作证不是无限期的有效的 上面是有说明证件的市效的日期 当然人格普查局的工作人员 他们也佩戴那个人格普查局 发出的应该是平板电脑 我不清楚是那个Laptop还是Desktop 但是应该是平板电脑 如果你还是不肯定这位人士的身份的话呢 如果你是居住在美国西岸 包括整个加州 你可以支援洛杉矶的人格普查局地区办公室的天花号码 来合征调查人员的身份 那个人格普查局在Los Angeles的办公室的天花号码是 1800-992-3530 谢谢你 现在大家有没有疑问 好谢谢Victor 那我们现在是开放提问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可以把那个麦克都给打开 然后呢就在这边自由发言 然后Victor会来解答 我已经看到在那个chatbox有一些疑问 现在让我来解答 第一个疑问是 是不是一年一次的事情呢 是不是optional呢 等等等等 OK 首先 首先我是要说明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英文是census 是十年一次 对上一次是2010年 现在是2020年 下一次是2030年 但是这并不代表人格普查局 在余下的九年 之中完全什么东西都没做 完全不是 在其他的时间呢 人口普查局 US Census Bureau 是会做一些 英文是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美国社区调查的 就是说一些比较小型的调查 所以在其他的时候 其他的年份 你也可能受到人口普查局 邀请你回应 那个美国社区调查 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 当然我们鼓励大家 永远地积极地回应 OK 如果你的问题是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是不是一定需要参加 法律规定 你是需要参加的 我就能够这样讲 法律规定是应该参加的 我也鼓励 鼓励你们 永远地参加 我就能够这么说 OK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 OK 是 如果你在网上填写表格的时候 不小心有一些错误 有没有办法修改呢 OK 如果你还没有达到 如果你记得 你刚才看那个视频的时候 如果你记得的话 你在网上填写表格 最后的一步 就是 点击提交或者是递交表格 因为是submit的按钮 如果你还没有 点击这个递交表格的按钮的话呢 你是可以使用 那个上一步 previous page的按钮 回到你需要修改的哪一页 然后修改资料 然后填妥 然后最后才点击这个递交问卷 submit的按钮 OK 但是如果你是已经 点击那个递交问卷 得的电话号码 就是说我刚才在荧幕上显示的电话号码 然后告诉工作人员 你填表的时候填错了 可不可以在电话上修正 这是一个递交换卷 另外一个递交换卷 你可以尝试 因为这个我自己没有尝试 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这样做 你可以尝试再一次在网上填写表格 就是说需要重复 就是说一个duplicate 然后人口普查局 他们稍后 他们在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他们稍后 会有那个内部的整理资料 他们会安排处理那个重复的资料是如何选择等等 所以简单的说 你可以拨打电话号码 告诉工作人员 你弄错了 可不可以在电话上修正你的资料 你也可以选择再一次的在网上填写问卷 还有第三个 我看到那个chatbox里有第三个问题 他们会不会问社会安全号码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不会 人口普查局 不会 他们从来不会问你的社会安全号码 所以如果有所谓的人口普查员 邀请你提供社会安全号码 应该是假的 就是说地方诈骗 你也看到了 刚才在视频上看到 人口普查的问卷里 只有九个简单的问题 完全没有问及社会安全号码方面的问题 然后呢 这个chatbox也有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不回应人口普查 有没有什么后果 ok 我可以说的后果是 少算了人口 那么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的 联邦破款就比应该有的为少了 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 视频上他们告诉你 每年有大约六千七百五十美元的联邦破款 是根据人口比例 分配给不同的州 分配给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地方等等 所以如果我们少算了人口的话呢 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的联邦破款呢 就会比应该有的为少了 那些破款是用于 比方说很多不同的事情 比方说公共教育 公立学校 公立图书馆 也包括医疗方面 比方说我们俗称的白卡 Medicaid M-E-D-I-C-A-I-D 那些医疗方面的事情 那些联邦破款也用于 那个道路的维修 桥梁的维修 某一些公共的建设 也用于某一些公共运输系统方面的 改善等等的事情 也用于那个紧急服务 比方说有一些灾难 比方说那个火灾 地震的灾祸 需要救灾呢 方面的某一些的资源 也是来自那个联邦破款的 所以是有影响的 是有后果的 对 而且 Victor 我再补充一点 就是说 这个是因为是十年一次的 这个人口补偿 所以你一旦少算了一个人 这个每年就会少这么多资源 就是连续十年会少这个资源 对 谢谢你的补充 这一点很重要 是怎么讲 一张见 就是说 如果我们少算了人口 影响不是一年 不是二年 而是十年那么久 因为十一年才有一次人口普查 然后呢 网上有一个 还有一个问题 我有 I've said Hence to the outside How probably could they get their meal and no Wi-Fi where they live OK 我有一些朋友 他们 They were outside OK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 他们是无家可归 还是他们暂时不是在 他平常居住的地点 那还是 还是怎么样 OK 他们可能没有收到 没有收到那个邮件等等 没有 OK 那么我一个一个问题的回答 如果他们没有收到人口普查局的通讯 就是说没有那个邀请书 不知道他们的人口普查号码 不知道他们的census ID号码 那么怎么回应呢 他们仍然可以在没有 或者是在不知道 人口普查 ID号码的情况下回应的 如果你是在网上回应的话呢 在他们的那个 my2020census.gov的网站 他们第一页 要请你输入那个12个数目的人 人口普查 ID号码的时候呢 在下面他们有一个 链接还有一个link 他们说如果没有 人口普查 ID号码 请你点击这一个link 然后呢 网站会指示你 输入你的地址 然后凭着你的地址来回应 没问题的 没有收到那个 人口普查 ID号码 仍然可以回应 OK 你也可以拨打电话 告诉工作人员 因为某一些缘故 没有收到要请出 不知道你的census ID号码 但是你打算回应 人口普查局的工作人员 很乐意地帮助你的 OK 然后我看看 其他的问题 其他的疑问 OK 如果他们居住的第一点没有Wi-Fi的话 他们可以拨打电话 使用电话来回应 OK 然后呢 Bad time due to lockdown It's better to save time Viktor 对 请请 对 我们在这边的那个chatbox里面 有问题 就是说 如果在填完并提交以后 并没有收到confirmation number 怎么办 这个应该不会发生吧 如果是这个技术上的问题 他没有收到confirmation number 怎么办 OK 你的疑问是 如果在网上填写问卷 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 点击这个 什么是递交 递交问卷 但是没有收到那个 这个confirmation number 是收据的号码 可以说是怎么办 OK 理论上机会很少 因为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 可能是那个网站出现问题 或者是那个WiFi出现问题 等等 如果是这样的话 首先 多等一分钟两分钟 不要马上的把这个视窗关闭 多等一段合理的时间 但是如果在合理的时间之内 还没有这个视窗 还没有给你这个收据的号码呢 我的建议是 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拨打电话号码 和人口普查局的人员询问 是不是已经收到你的问卷 如果他们告诉你已经收到资料呢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他们没有收到的话 你可以立刻在电话上告诉工作人员 你的住户的资料 可以这样 OK 谢谢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因为是在这个 COVID-19的这个时代 那联邦政府会取消人口普查吗 不会 根据我 OK 首先 我现在简单的回答 大家的问题 然后呢 我尝试在荧幕上显示 不好意思 是英语 在荧幕上显示 美国普查局 有关那个COVID-19的关系 做出某一些调整 简单的说 简单的说 人口普查 是继续的 举行 因为这是一个宪法规定的程序 必须每十年 举行一次的 但是现在因为那个COVID-19的关系呢 人口普查局对于他们的工作 某一些工作程序 做出一些调整 就是说 本来立刻办的事情 他们延迟一段时间才做 但是呢 请注意 如果你是使用那个 使用那个网上的问卷 来回应人口普查 完全没有影响 因为只要我们的 Internet操作正常 只要人口普查局的网站 工作运作正常 你使用那个网上的方式来回应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你去拨打电话的话呢 他们现在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呢 比应该有的人数呢 稍微减少 因为他们人与人需要保持六尺的距离 所以他们的办公室不能够 不能够挤满的人 还不能够做得满满的 所以他们工作的人员 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的数目 比原本的较大 所以请大家谅解 请大家有一点耐心 但是呢 某一些工作呢 他们是延迟的 比方说 派人 派专人 登门拜访 派专人到学校附近的地区来跟进等等 派人到那个 点算那个无价可归的人 这些日子呢 是比原本有的延迟了 OK 但是 最重要的 最后的日子呢 目前也没有延迟 最后的日子呢 其实是有两个日子 第一个日子是今年十二月底 就是说今年十二月结束之前 人口普查局需要把数据交给 成交给国会 成交给 总统 因为这是有关如何分配 中医院四百三十五个席位方面的问题 所以这一个日子 目前还没有改变 第二个日子呢 是明年 2021年的四月 那个时候呢 人口普查局需要把数据交给不同的州 不同的县 county 因为呢 是有关重新划分选区方面的问题 大家可能知道 有关那个美国国会的选区 Congressional District 每十年需要分一次 但是呢 我需要补充的是 不单是那个国会的选区 美国每一 每一级政府的 都有自己的选区 选区 比方说 我们居住在加州 加州有加州的参议院 Senate的选区 加州有加州的众议院 Assembly的选区 加州的每一个县 county 有五个选区 如果你是居住在比较大的城市 比方说San Jose 它有自己城市的选区 每一级政府的选区 都会重新的划分 所以那些资料 是在明年的四月 需要交给不同的政府 来给他们使用的 OK 然后呢 我看看 我尝试找 那个人格普查局 那个工作社的 上的调整它 等一下 我需要分享 应该是这一个了 请问大家看到荧幕吗 看到了 对 OK 这是2020年人格普查局 因为那个Covid-19的关系 做出的调整 现在我不详细的给你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网址 我也可以在 讲座 结束之后 把这个网址 E-mail给原文 OK 他们说 很多很多 他们有这个 press release 他们有不同的 比方说 你注意到的 自我回应 就是说自己 主动的回应 他们已经把原来的 7月31号 改为8月14号了 所以我刚才在我的 PowerPoint里列出的日子 是8月14号 这是已经经过 修改的时间表 还有其他 很多很多不同的 你们可以看到了 很多很多不同的 工作的程序 他们比原来的 时间 已经 修正了 谢谢Victor 还有一个问题 我是觉得 我们应该是尽量 多主动的去回应 主动的去在网上填报 这样也可以减少 人口普查局的工作 减少家访的机会 有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新冠状病毒 这个时期 很多大学生 都已经回到家里 你刚才是说到 大学生的话 是有特殊的 一个点算的机制 通常是学校 学校宿舍 或者是 我有一个问题 如果是大学生 本来是在学校居住的 而在校外 去租了房子的 但是因为这次疫情的话 他们就回到家里 那就退出来了 对不对 那他们就应该不会收到 他租的地方的 那个 收到的那个邀请 那他现在应该是 按照什么来算呢 是按照在家里来算呢 还是学校算 还是租的地方算 不是 如果OK 如果他平常是在 学校园外的 apartment 公寓啊 等等 房子 居住的话 他是因为现在出现了 COVID-19 或者是其他 任何的事情 短期的 反倒父母亲家里 或者是监护人家里 居住的话呢 他们被点算的地点 仍然是他们在校园外 或者是校园附近 居住的地点 但是他 他因为已经离开了 所以他们没有 可能没有 受到那个邀请书 只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 如果 他在那个大学附近的 房子里面 仍然有其他人居住的话 比方说 仍然有他的室友啊 或者是朋友啊 居住啊 只是他自己一个人离开的话呢 那么很简单 他把他的资料 他需要和 仍然居住在这一个公寓的 朋友啊 室友啊 合作 告诉他 自己的资料 然后由他们代表他 填写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已经 临时的搬走了 临时的搬走了 那么怎么办呢 可以使用没有 在没有人口普查 ID号码的情况下 的方式回应 我刚才说明了 已经 好 谢谢 不用客气 好 那我们现场的观众 听众里面 还有没有问题 就是大家可以 unmute自己 然后就是可以来提问 有一个问题 我看到 有一个问题 我看到 我看看 网上提交 然后显示的 confirmation code 有什么用 需要保存起来吗 老实说 我自己是把它保存起来的 但是你可以想是一个收据 有什么特别的用途 这个我也不清楚 但是我可以说的是 这是人口普查局的网站 给你一个 可以说是收条 也可以是给你一个显示 表示人口普查局 已经收到你提供的资料 就是说中间传送的图间 没有出现问题 就是说给你一个安心 请你放心的意思 OK 然后呢 还有一个英语的问题 那么现在是不是 已经不是4月1号 而是调整到8月14号呢 OK 请注意 人口普查日 仍然是4月1号 因为4月1号 是决定在那天 需要点算的人 包括哪一些 比方说4月1号 出生的 4月1号之后 出生的婴儿 就不能够 不应该包括在内 因为人口普查日 是4月1号 OK 所以这一点 是没有改变的 但是呢 我是要澄清的是 就是说 就是没有发生 一个COVID-19的事情 人口普查点算的工作 也不是4月1号 晚上11点59分 就结束 因为有很多人 不知为了不同的原因 没有回复 所以人口普查局 还有一些 更进的步骤 等等 所以本来的 最后点算的日子 是7月31号 现在因为COVID-19的关系 延长之8月14号 就是这样 但是 人口普查局 还有我 给大家的信息 是很清楚的 我们的信息是 填下人口普查问卷 从来没有这么简单 这么方便 因为 只需要花10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 按在家里 很舒服的 坐在家里 使用网上 回应人口普查 也可以使用电话号码 回应人口普查 再等一会 4月8号之后 有书面的问卷 也可以使用 书面的问卷 来回应 人口普查 请你不要 拖延到 8月才回应 请你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尽快地 使用任何 三种方式 来回应 10分钟的时间 能够帮助你的社区 能够帮助你的家人 受益10年 那刚才 我看 马上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没有收到邀请函 这个会发生吗 一般是 邀请函 都应该 每个居所 都应该会收到 对不对 有一位听众说 对 正常情况下 让我想一想 正常情况下 每一个住户 应该会 应该已经 受到那个邀请出 但是 有很多不同的 例外的情况 刚才我 我曾经说过 比方说 居住在监狱里的 居住在 那个养老院里的 居住在 大学宿舍里的 居住在 军营里的人 他们 因为他们被点算的方式 英文是 group quartering 就是说 人格普查局 和那些机构的 管理阶层联系 而不是和每一个 住户或者是 住客来联系 所以 居住在这些特殊情况 的人 他们不会受到 邀请书的 OK 但是呢 其他的人 正常情况下 应该已经 受到邀请书 并且已经 受到 提醒你的书信 因为提醒你的书信 在 4月26号 以前已经 发出了 对 我是已经 收到 邀请函 是3月底 还是多少 反正是 我已经收到 两份 从人口普查局 发来的 那个线 但是呢 如果 就算是 真的没有 收到邀请函 的话 就像Victor 说的 你还是可以 在网上 填写 没有这个ID的 人口普查ID 你还是可以 去填这个 填报这个 人口普查问卷 对吧 对 对 好 你需要不需要 我现在 呃 示范一下 如何 在没有 没有 Sense Society 号码的情况下 前写问卷 好 实际上 不需要 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是 呃 一个小时了 现在4点多了 那也很感谢Victor 那我等一下呢 我会在网上 我在这个 share screen 把Victor 给我们的一些 呃 资源 包括那个 网站是什么 那个视频 上那个视频里面 是由专门讲到 如果你没有这个ID 的话 你怎么去报 啊 然后呢 有那些号码 我稍微等一下 我把这个 呃 这个 呃 Victor 给我们的一个 资料 我 我展示在这个屏幕上 哈 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这个是我们前面做的工艺讲座哈 那今天是人口补差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这个 曾文达 呃 出师 给我们呃 讲解这个 呃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Covid-19 Relief Bay Area 我们有一个插牌行动 上次激励华人能够联合起来一起对抗这个疫情哈 哈 然后呢 那也特别感谢呃 呃 大家来参加 那我们会把这次的录影整理以后也会分享给大家啊 啊 然后这是我们下面的网址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刚刚那个Victor 非常感谢Victor啊 他给我们整理的一些 我们需要的一些资料哈 就是说包括人口普查的这个网址 专门是有中文版本的 然后呢 那个视频前面呃 Victor放过的哈 那这里面就是呃上次已经有一些讲解说你怎么在线去填写哈 包括你没有这个收到邀请函的话 你没有这个ID怎么去填写 然后呢 网上填表的网址就是my2020census.gov啊 然后如果还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你们也可以直接呃用各种语言啊 打打到那个人口普查局 他们会有专门的人来回应你的问题啊 好吧 问卷的调查了以后呢 就会减少人口普查局的这个工作呀 减少他们再要专门 如果我们不填的话 他们还需要有来家访啊 来做更多的工作 那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一份 然后呢也欢迎大家 就是说告诉周边的人 能够尽早的去把这个人口普查的 这个工作给做好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好那各位多保重再见 再见保重 谢谢